警方在大維美林村命案 拉錯智障男子事件 早前已發出聲明表示抱歉 而新任警務處處長盧偉聰 星期日首度開康回應 說已展開內部檢討 當然在今次事件中的調查 是有空間可以改進改善 所以我們警隊內部已進行全面檢討 在有關政策、訓練、程序、指引 都會進行全面檢討 即是否口頭上不會道歉 剛才我都說了 在這件事我們是很關注的 我們當區的同事 已經數次向他家人解釋了 我們亦都發了這個聲明 這個聲明亦都是公開的 亦都得到他家人的體諒和接納 所以在這方面我沒有其他事進一步說明和解釋 對於當事人家屬說會向投訴警察課投訴 盧偉聰說投訴警察課會公平公正地調查 並且將報告提交給監警會審核 強調一定不會包庇同事 補回公告 另外大約200人包括部分殘疾人士 由灣仔修盾球場遊行到警察總部 促請警方公開調查 並且在三個月之內交代結果 為事主討回公道 又要求同署長盧偉聰見面 OwenTV東網電視新聞台 不得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